因为在大唐荣耀和锦衣之下底的出彩演绎,让任佳伦走入大众视野,无论是深情勇敢的广平王李处,还是严峻冷酷却又霸道柔情的锦衣为陆毅,对这些角色入目三分的刻画,让他迅速收获人气,成为顶流版的存在。 最近国超的连续霸平,人气更上一层楼,钟声如故结束后,全网掀起了一股小男陈王的热潮,任佳伦的古装再一次惊艳到大家,古装扮永久,不愧是你。 接着播出的一生一世,呆萌深浅的国超,同样也令观众沉迷其中无法自拔,悍不得冲进屏幕闭一口。 作为当下热度最高的男演员之一,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任佳伦接下来的热播剧了,毕竟看不够不是。 首先最先应该播出的应该就是《玉焦记》了,这是任佳伦和迪丽热巴一起主演的,是优酷的一部S家级古装神话剧。 此剧讲述了《玉妖师》纪云河跟焦人长意的虐恋故事。 迪丽热巴扮演美强惨设定的纪云河,任佳伦扮演深情又温暖的长意。 选决出来之后,很多书粉表示很满意,总的来说,这部剧倾向于大虐,基本都是从头虐到尾。 而对于仙侠剧来说,其实这些年爆火的仙侠剧里面持有酒杯,基本上都是虐一下才能抓住观众的心,因此不少人都很期待这部剧的播出。 《玉交际》剧组并没有准备华丽且浮夸的戏服,但是简约感也恰恰透露出了飘逸出尘的感觉,而且五官底子强的人穿啥都好看。 一粒热巴的抑郁风情炎让他能够在仙侠里面纵意驰骋,任佳伦又是众所周知的古装男神,喊话其古装伴有酒的人可不在少数。 这部剧拍摄期间流传出不少的路透照,两个人的CP感简直溢出屏幕。 目前已经结束拍摄,就等着后期制作,然后上线播出了。 《玉交际》会分为两部剧,一部是《与君初相逢》,另一部是《恰似故人归》,到时候可以一次性看得够了。 《玉交际》可以说是未播鲜火的一部剧了,两位主演都是当红的人气领流。 《迪丽热巴》就不用说了,女演员中人气几乎难逢对手。 任佳伦最近两部剧联播,人气再度跨上新台阶。 光是热巴和《国超》的路人盘,这部剧就已经不愁热度了。 《国超》最受期待的第二部剧自然就是和李沁主演的《请君》了。 这样两个新奇的演员搭配,别说期待值还挺高的。 这部剧由郑伟文导演指导的新剧《请君》,就目前已知的情报来看, 将是一部前世仙侠加今生民国奇幻的原创剧集。 剧中的男女主任光将是千年战神和女战主的创新设定。 目前来看,整个剧本的创意度还是很高。 是一位神行千年杀伐决断的杀神将军, 在个性上骄傲尽语,又兼得口贤体质的铁汉柔情, 这所谓一招苏行鬼神难当。 但这只是他前世的设定,关于今生的具体情况还未可知。 在《请君》正式官宣之后, 剧组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拍摄过程之中, 也流出了现场拍摄的路透照。 古装男神任佳伦身着民国造型, 这一次输了一个大大的背头, 身穿一袭黑色的长衣, 眼神中也充满了狠力, 一眼看过去便是冷军霸气, 与最近一生一世中呆萌呆萌的周生辰形成对比, 由此可见任佳伦塑造角色的能力真的很强, 眼什么像什么。 还有梳着麻花便身穿皮衣的李信, 完全活脱脱就是一个豪门千金法, 看着他这裤拽的样子真是绝绝子, 两个人走在一起像两个大佬出街一样。 《请君》中李信所饰演的灯灯是清泉寨的少寨主, 设定上他可以说是一个贪财又好色的女土匪, 但毕竟他的前世是一位女神, 所以今生还总会流露出娇俏可人的模样, 而且还在抢亲时抢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, 可谓是千年轮回一见钟情吧。 现在看来请君的期待还是挺高的, 一点都不比前段时间人家轮演的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少。 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总有人在追逐流量, 同时也因此被裹挟,塑造人设, 人设帮他的事情便也屡见不鲜了。 但喧嚣之外,你永远可以相信, 总有人在安静坚持,怀抱初心, 人家轮就是其中之一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